我现在在门口等那个Alex 在美国周末大家生活都是这样的 就是全家一起出来吃个饭 然后到海边转一转 没有人工作 这就是在北美这边生活节奏比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 麦当劳吃个早餐 麦当劳都没人早上起来 看着 放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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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给你放 我给你放几家 放几家 早上这个店里没什么人 但是那个Drive through的窗口人特别多 美国这个麦当劳的这个苹果派啊 一般人吃不了 就好多人刚到美国的时候 然后跟我说这个里边这个派有那个哈拉味 但实际它不是哈拉味 它是那种叫什么Cinema 就是那个肉桂 它里边放的有肉桂粉 所以说一般人如果是不知道的话 你吃了以后就觉得是坏的 跟中国的不一样 中国的好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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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啊 这个周末大家生活都是这样的 就是全家一起出来吃个饭啊 然后到海边转一转呀 没有人工作啊 这就是在北美这边生活节奏比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现在在门口等那个Alex 我给你开门 VIP服务 进吧 进吧 直接进吧 你直接进吧 我走进去 你进去往左边拐 这边的公寓一室一厅一个月八千美金 已经租满了 手持呗 好 这边的公寓 我看来有三个人 没有很多公寓 你能站在这里 哦 对 你都要走路 这边的公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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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来有三个人 这个地方存经水啊 哦 这个地方存经水啊 放在外面 刚才两边都可以放存经水 哦 这是个帆船是吧 这是个帆船是吧 那边有一个金色的 这个 go color 你去那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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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的吗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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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啥吃的 春午就吃这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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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揉揉揉 這就是沒有 1998年 表演手 為案ientos LA市长的船 就是这个 LA mayor上面写的有名字 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美国加州的Mike 大家好 欢迎收看跟烤拉喝杯酒 我是温哥华的Alex 我们现在在加州 在这个一个码头 在纽泊beach这边一个码头 但是具体这个名字我忘了 今天上午 然后出来一起吃了个饭 主要是见见他的这个合伙人 老板 然后这个也感受一下 因为温哥华和洛杉矶 最相似的一点都是靠海 都有比较绵长的海线 这点有点像温哥华 玩船的地方多 我过来看看他们这边玩船多少钱 打听打听 结果一打听发现这边船挺便宜的 但是这边租房子挺贵 租房子贵 就旁边刚才看到这个公寓 大概是两室还有一室都有 大概是8000起 8000美金一个月 8000美金一个月 温哥华正常你在瑞士文租房子的话 可能就两室的房子也就2000多 你要是租特别好的位置 这种公寓它也贵 但是8000美金一个月也太贵了 这个确实是 对船是不贵 正常的你看有小的船大的船 然后船的话 其实如果钓鱼的话 买一个船2万多就有 两三万块钱就有 然后好一点的双引擎的 亚马哈的 可能也就十几万美金 大概就这样 你买一二手的话 可能就会更便宜 对对对 便宜到 一万 一万以内都可以一二手的 对对对对 就是说很多人出国之后 你会发现这有些价值被打乱了 对 你在国外可能租房子是一件 你觉得贵得要死的事 但买房子相对来说就便宜很多 然后你觉得这个没事停个船 开船出海是有钱人的生活 其实也不是 平平老百姓 对 差不多就可以实现这个愿望 对 虽然说保养费用可能有点贵 停船的这个码头 一个月费用大概是从五六百起 当然船越大 然后这个位置越贵 对 还有水电什么 就是上那个饮用水 然后还有充电什么 这些都都加上去的话 可能也不超过一千美金 一个月 而且这个东西跟买车一样 你说有钱你买法拉利 没钱你也可以买Toyota 买船也一样 你也可以买小的 出去钓鱼的这种朋友 没事出去玩的 至少它是一个完全可玩的选项 可能你买房车还能比玩车贵一些 有的选 房车可能还要贵一些 我觉得房车的话 你稍微差不多点 可能也得十几万美金 但是像这种船的话 可能就会更便宜一些 但是它确实保养成本高 对 你来到这个国外 尤其是北美 你要了解两种生活成本 一种就是 你怎么能饿不死的 这个生活成本 这个是很容易很容易达到的 另一种就是 再上一层 就是怎么能活出花样 你来都来了 为什么不玩点刺激的东西 对 在国内觉得买船买房车 这是遥不可及 来了之后 其实无非就是 你本来想买路虎 你把那路虎同时分成一辆丰田 和一个船可能就够了 路虎也不贵 对 路虎也不贵 基本上你要是十万美金的车 可能买一个船 要不了十万美金 对 你十万美金的完全可以买一二手的船 再买一个普通的车就差不多 是啊 所以说在美国这个地方 整个生活的品质会很高 如果说花同样的钱的话 可能你在 就说中国吧 咱们肯定是跟中国比 对吧 跟中国大陆比 其他地方就不用比了 船这些东西肯定游艇 这些东西生活成本会非常高 这个我也了解过 在台湾买一个船也不便宜 对 关键是在国内拥有一个船 那你所有的消费就会被 这个卖家列为富人阶级 然后他们给你制定的所有的套餐 就没有那种平民 对 不像在这边拥有船 就不是一个有钱人的这个选项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说在美国的话 这种生活 大家就是 你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这边你看今天周末 我们就是也不工作了 然后就出来大家带着孩子 带着家人 一起出来吃个饭 到海边溜溜弯什么的 就是这种生活 你就觉得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觉得 这就是一种很休闲的生活方式 因为周末大家都不工作 这就是生活本身 你说好山好水好无聊 但是有房车有船可以玩 你说所谓丰富多彩的地方 所谓丰富多彩 不就是录串唱歌 录串唱歌 对 基本上在美国生活就是这样 好多人就觉得 在美国生活是挺无聊的 但是你要真给自己找点事 也确实有事可做 忙不过来 你要是再热爱一点运动 那你忙不过来 冲浪什么的 这个不过好 冲浪这个东西就是 十几二十岁 还可以 冲浪滑雪 露营 打猎 这个能玩的东西 对玩枪啊什么的 在美国很多人玩枪 有的人就觉得 有枪筋 有人持枪 那是因为你过不来 如果你要能来的话 你会觉得这些东西 它是一厢运动 是一种乐趣 一种生活方式 在某些媒体嘴里的美国 我们现在站在外边 就属于冒着生命危险的 作则媒体 就能活到这么长 两年还能活下来 就很不容易了 对 在美国这种生活方式 确实很多人 大家觉得很羡慕 很羡慕 但是实际上 刚才我们讲了 其实你的这种 令人羡慕的成本 并没有那么高 刚才路过街边 就这种全船的地方 看两个海豹 打架 看了十分钟 一群人为人给那海豹鼓掌 对 就是一种 怎么说呢 不能说它一定比中国的生活好 各有各好 但是你得知道 至少在中国看来 有一些遥不可及的娱乐 在这边其实很简单 是的 基本上大概在美国生活 所谓的无聊就是这样 大家不是说 刚才讲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说 不是说为了工作 为了钱去工作 然后牺牲大家这种享受生活的时间 我们可能就是 大家享受生活的这种时间 更重要一些 家庭生活是 娱乐是第一位的 然后工作是第二位的 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 有没有呢 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这个也饿不死 反正在这边 美国人还更爱挣钱一点 加拿大人更是 work life balance 稍微挣点钱就不挣钱了 基本上都这样 行了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这期就到这 感谢麦克招待两天 感谢感谢 祝你在Vegas 多赢点钱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Aaron Hi Kevin How are you 阿敏 8000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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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